第一個我建議是分階段 我們先找錢瓜糊 把錢瓜糊的公式先減下 減下我不包含等號 不要減到等號再插入一個MID MID MID他會問你三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你要切割的字在哪裡 START NUMBER就是從哪個字開始 從剛剛減下的這個公式 第三個字加一個字 因為我要從第四個字開始 瓜糊不要不然你如果沒有加1 那邊瓜糊也會出現 OK 然後 NUMBER CHASE是意思字元 白話意思有幾個字 幾個字呢 後瓜糊的位置 減掉前瓜糊的位置 但是後面這個所以在減1 OK所以呢 就是把 剛剛的公式減一下貼上 因為我要找什麼後瓜糊的位置 那後瓜糊的位置 跟剛剛的公式前瓜糊的位置剛好差一個什麼 差一個那個有沒有 本來是找前瓜糊就在這裡有沒有 把它改成後瓜糊就好了 他找到了 第9個字有沒有 減掉哪個呢 再貼一次 所以你會發現剛剛貼 複製東西都可以再貼 貼三次 這邊貼一次 兩次 這個改後瓜糊 後瓜糊的位置就9 減掉前瓜糊的位置是3 但是我是 字是從第4個字開始 所以會多一個字 怎麼辦呢 再減掉一個字 OK得到第3屆 其實如果說你不知道 要不要加 要不要減一個字的話 其實你可以看到 第3屆冠軍不是多一個後瓜糊 有沒有 因為我們是從第4個字開始 所以會等於多一個 減應該是減4才對 而不是減 應該是減4嘛 所以他減3 那不對應該是減4 所以多減一個 減1就OK了 第3屆冠軍按確定 就OK了 然後 這個公式就出來了 所以其實 理論上公式不是叫你從頭打到尾 通常是 這個公式減下再貼回去 然後一樣 向上填滿 向下填滿 結果很接近 有沒有 只要是有刮out的地方都OK 但是沒有刮out的地方就不OK 那怎麼辦呢 取代嗎 OK 不是 delese嗎 自己在那邊delese 當然不是叫你慢慢 那等於你只有做一半 會不會有同學 我把它排序一下 然後錯的都在上面 然後再把它一次delese掉 這也是一招啦 不過感覺好像就是 你不如就 假設了 最好是全部都學會 最後特別注意喔 如果你要把這個錯誤去除的話 有一個函數 叫做 邏輯裡面 因為要判斷嘛 對不對 是不是錯誤就if 是不是 錯誤 錯誤就el 是否為錯誤 所以ifel這還蠻好用的 以後 if 那沒有東西 這要一堆if相關的 ifel OK 那ifel的話呢 就是你把 資料給他 如果裡面沒有 有 緊字號開頭的話 他會問你說 請問如果有錯誤的話 該怎麼處置呢 如果像這個是沒有錯誤的 他就 略過 就什麼事都不發生 可是如果說呢有錯誤發生的話就給什麼 給沒有東西 意思呢 把這個東西給清 清掉的意思 去除掉的話 那就給一個 雙以後 兩個雙以後 表示清楚 按確定 這樣喔 向上 有沒有 向下 這樣就OK了 可是問題啊 那這邊多一籃怎麼辦 我想說這一籃給他隱藏起來嗎 好了 所以最好 如果你要一次做對 你就是乾脆 把游標放在這邊上面 然後呢 怎麼樣把 ifel再加進 特別一 一樣是把公式解像 不包含等號 二呢 再插入什麼 剛剛的ifel 把剛剛的value 就是value貼上什麼 貼上剛剛這一串 貼到這裡 那如果有發生初誤的話呢 就給什麼 雙以後就可以了 按確定 向下填滿 這樣就OK了 所以最後的結果 就是這一串 加一個什麼 加這個ifel 然後如果有發生錯誤就貼這個 反之的話就加這個雙以後 那這個第一個就完成了 第二個的話 待會我們要思考一下 當然你們可以怎麼樣 一樣就是加一個 錄字聚集 有沒有 錄字聚集 1 有沒有要放這邊 2打個勾 3向下填滿 有沒有 上個禮拜做的 然後再清除 不過我覺得這個錄字你們自己在練習 反正多多練習 那待會的話呢 我們錄字聚集我覺得比較沒有那麼有 效果 我是希望說 就複習剛剛講的就是 要不就是直接寫丟公式 清除 跟直接丟下來就是 最後的結果 就是等同是我們跟剛剛那一題很像 做出三個按鈕在旁邊的話 所以你把這個最後結果做出來 然後這邊就貼叫VBA 複製一個工作表 過來然後這邊叫VBA 待會我們就一樣 把剛剛的那一題 再複習一下 並且做出制定函數看看 畫面先 好給各位一下 試一下把那個 剛剛講的那個三個函數 φ μ的函數 跟ifr函數